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我将为大家复盘一下我频道当中最新的短片的制作过程 另外就是为大家来讲解一下使用Solar如何绘制结构比较复杂的图片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频道之前两个爆款视频的结构 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它的画面的层级是比较接近平面的 无论是左边的这个猫老鼠还是这条狗 它其实相对在空间来说它都是比较简单 画面的主体其实是在一个水平的平面上面的 右边这张图其实也是一样的 两张图片相对来说没有比较复杂的景深和比较复杂的画面结构 但是我频道当中最新的这个短视频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画面的构成是有一个明显的景深和明显的空间立体感的 前景当中的是一只老鼠 然后整个画面的是有一个明显的深度立体感 在画面的右侧是一张打开的门 然后里面探出了一个猫的头 这个门的背后是一张桌子 桌子上趴着一条狗 那么从整个空间的结构上面 如果我们画一张平面图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背景是一面墙 然后右边是一个垂直的墙 墙上有一个半开的门 猫从半开的门当中探出半个身体 狗呢是在门的后边的这么一个桌子上 这张图它的结构和构成以及它生成的过程 其实都要比前几张图更加复杂 绘制的难度也是更高的 所以今天我就为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技巧可以用用 并且让大家看一看这些技巧 它在实际绘画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首先我先来讲一下 我在这张图最原始的设计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这张图的手绘稿 原本我设计的是房间的角落里 侧面的门打开里面的猫伸出爪子 抓住一根绳子 然后房间的中间是筐和老鼠 然后在门的上方呢是有一个水桶 狗在桌子上去拉这个绳子 这个是我的提示词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把我的这个提示词结构复制下来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场景使用这样一个提示词结构 是可以满图大部分需求的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最后这句话 一方面是强调画出来的画风 另一方面因为我们去电图了 所以需要让他去参考我们的电图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画的第一版的结果 可以看到整体的画面的主体内容 它都已经出现在了画面的结果当中 包括这个桶 这个门 还有猫 以及老鼠 当然它很多有存在问题的地方 但是它和我要求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之后呢 我又对这个提示词进行了一些反复的调整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SOLA对于提示词和参考图当中的主要物体 还原度是问题不太大的 但是对于画面的整体的景别 以及画面的结构还原度有问题 由于这个景深比较复杂 但是这个SOLA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这个是和AI的注意力是有关的 它优先的把图当中的拥有的这些主体 显化出来 但是它对画面结构 它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之后我又进行了下一步调整 我在电图当中把墙 墙角 以及其他的一些环境 用文字进行了标注 之后我用这张图重新进行生成 大家可以看到 新生成的图 在墙的结构和门的方面 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善 用这种方法 大概有40%到50%的概率 是可以把墙角很好的画出来 就是可以看到 可能画两张图 它有一张图 都可以把这个墙角给我画出来 但是仍然非常的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决定采用另一种的基础方案 增加了一个电图 把整体的画面结构单独拿出来 重新作为一个参考图 放了进去 这个是我的画出来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提示词的最后部分 对它加了这么一条指令 整体构图 你去参考我之前画的那张图 但是墙门还有直楼的关系 它要参考我的新画的这张图 那么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张图开始 我是同时开始垫两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的结构 其实就已经 还原度相当的高了 之后每一次出的新图 基本上它的整体画面结构 都可以比较好的实现出来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又重新画了这么一张图之后 最后就得到了相对来说 可以算是折中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因为到后来我又把这个狗的位置和它的动作进行了一个修改 今天我想介绍的内容就是如果我们在使用Solar的过程当中想要画出这种结构更复杂 即对其中内容进行更精细的控制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采用电路一些更多的辅助图片 然后增加AI的注意力的方式来完成这么一个工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